大家好 前段时间我拍了一个视频 教大家怎么区分 季菜和蒲公英 观看的那个人数还挺多的 看来大家对这方面的视频还挺感兴趣的 所以我今天就再拍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如何区分系列 今天的话教大家怎么区分 勺药和牡丹 其实勺药和牡丹从花型来看的话 如果它们同时开放还是可以分出来的 因为牡丹被誉为花王嘛 然后那个勺药被誉为花像 也就是说从花的那个形态和那个花的大小方面来区分的话 勺药是稍微差牡丹一点点的 牡丹就是比较雍龙华贵 然后它那个花呀特别那个繁复 主要是它也花也大 然后勺药的话就稍微差一点 哎我这里还发现一个虫子看到没有 顺便把这个 看到没有顺便把这虫子给它捏了 不好意思啊 所以的话从花上面是可以区分的 但是比较难啊 我现在教大家两点怎么区分勺药和牡丹是非常容易的 首先就要从那个它的植物特性上面来区分了 因为那个勺药是草本植物 牡丹的话是木本 所以的话我们只要看看哪一种更像草 哪一种更像挂木就可以大致判断了 你看这一棵的话它是勺药 勺药它的金是这样的 你看它的一看它的金就不是那个木质化的那种那种金 是不是 再看这一棵牡丹虽然它也比较小 然后我们到它底下去看它的金 你看这种比较小的 如果特别是这种这种金的话就很难分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它老一点的老一点的金 就是这个 你看已经木质化了 木质化了 然后它那个新的芽点 新的芽点这颗这个新的芽点是从那个老的 老的这个有点对焦不太好 给它稍微对焦好一点 现在可以更好一点 你看这个它的那个新芽是从那个木质化的那个金上面长出来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稍微大一点的就更明显了 你看这里也是 这个是木质化的金 然后这颗新芽是从这个木质化的金上面 春天的时候发芽从这个芽上面从这个金上面长出来的 这就是牡丹 所以的话 那个扫药的话是没有的 扫药它整个冬天地面部分就全部枯死掉了 然后春天的话 所有的芽都是从那个地底下重新发出来的 所以它就没有那个木质化的金 你看它的这种芽都是从底下长出来的 它不会从那个木质化的上面的金长出来 像这种的话就是扫药 而刚才有木质化的金的那个就是牡丹 这是第一个区分点 第二个区分点就从叶子上面区分 你看看这是扫药的叶子 扫药叶子它的那个整个一片 一大片叶子就是椭圆形的 或者我们叫它那个卵形的那个叶子 然后它是没有分叉的 你看它这个叶边缘非常光滑圆润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那个牡丹的叶子 这是一片 一片牡丹的叶子 你看牡丹叶子它是有那个什么 有分叉 有分叉 那个像三叉戟一样的 再看这一片也是一样的 你看这是一片这是一片叶子 一片叶子有三叉戟分叉的 这就是牡丹 所以的话从这两点就可以很明确的分出来 哪些是牡丹哪些是勺药 但是如果光从叶子上面来区分的话 有一种是比较难区分的 就是所谓的一腾牡丹 因为一腾牡丹是日本开发出来的 牡丹和勺药的杂交品种 所以你看单看叶子的话 有一些一腾牡丹 它的叶子是牡丹形的叶子 所以的话一腾牡丹的话 你就要从两方面 就从叶子还要从金 如果只要它有一方面是 主要是从金方面考虑吧 如果它 虽然那个一腾牡丹是 勺药和牡丹的杂交 它的叶子可能更像牡丹 但是它的金是更像勺药的 也就是说它是草本的 所以的话一腾牡丹的话 就可以从那个金上面去判断 到底是属于勺药还是牡丹 其实我们也很难说它是勺药和牡丹了 对吧 因为它是勺药和牡丹的杂交品种 所以的话它叶子偏向于牡丹 但是它的金的话是偏向于勺药的 但是如果是纯的勺药和牡丹 就可以非常容易的 从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判断 它到底是勺药还是牡丹 好吧 那关于如何区分之勺药和牡丹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